Sailin Bong Sailin 今天我們來聊一聊我個人喜愛已久的Fari的Portofino Portofino其實是一個地名 Fari為什麼會將這款車命名為Portofino 那首先我們要知道Portofino在哪裡 Portofino的本意是什麼 Portofino又代表著怎樣的一種感受 Portofino位於意大利西北部里連個海岸東面 打住打住打住 說多了嗎 對啊 那倒回去 那我們首先要知道Portofino在哪裡 Portofino的本意是什麼 Portofino又代表著怎樣的一種感受 Portofino位於意大利西北部里連個海岸東面著名的旅遊海港小鎮 在意大利語中Portofino的本意是邊界小港口 古老的建築和色彩斑斓的專家 與山海雲雨陰一層一幅幅生動的夢幻景色 咖啡館 麵包店 就將餐桌擺在碧藍的海水邊 每一張餐桌也是最亮麗的一筆風景 在民意的陽光裡 輕盛交談 開懷大笑 享受著純香的咖啡 葡萄酒和地中海美食 每個人的臉上洋溢著輕鬆 安寧滿足和幸福的表情 空氣裡也瀰漫著香甜的氣息 面朝大海 舒服地留在椅子裡 海鷗落在腳邊 在地中海溫暖陽光海風裡半夢半醒 或在緊貼海水街道慢慢地走著 石板鋪成了小巷 綠樹相伴著蜿蜿伸展到盡頭的城堡 猛然發現在Portofino海邊特別依領 其實是一種歸屬 是心靈上回家的感動 這裡是許多人夢想的天堂 因為在這裡獨有人世間最美麗 而原始的臨近和安詳 暗是海的語言 也是大地最美的曲線 或者說暗是人和自然之間的一種戒指 一種關係 它可以把人類對海水的態度表達出來 每當鐘聲響起 Portofino就在向他的居民 傳遞心靈的歸屬和自己的時間 有一點閒閃 有一點優然之德 當心靜完全融入水的臨近 就體會了什麼是波瀾不驚 Fari將這款車命名為Portofino 應該也是想表達這樣的一種感受 記得萬國手錶也有一個Portofino系列 或許都是在向這樣的一種生活態度致敬 FariPortofino這款GT跑車 擁有絕佳的實用性與澎湃的動力表現 包括許多微日常駕駛而生的巧妙設計 短短14秒便可化身為優雅的敞篷跑車 享受無拘無束的駕馭激情 Portofino搭載了連續融合國際聯度引擎大獎的 FariV8雙渦輪增壓引擎 輸出功率高達600匹 同時Portofino也採用了全新元件 和更優異的動力管理系統 使其在3.5秒內即可完成0到100的加速 堪稱同級別中的最佳表現 Portofino還增強了FariV8引擎聲浪 使越馬車主在敞篷狀態下 可享受更為震撼的聽覺聲音 此外Portofino採用的可電增壓管理系統 能根據駕駛時的檔位立即調整扭力 進而提高全速預下的加速表現 甚至可大幅降低油耗 Portofino更費心於調教車輛的動態表現 採用了多項最新技術 首先 針對全新打造的鋁合晶體盤 不僅讓車重減少了達80公斤 看扭曲乾性更提升了35% 大幅增強了超駕駛的運用感 同時Portofino也是首輛越馬車款 使用第三代電子插出器 並整合F1 Truck千引力控制系統 將車輛的抓定力與動態表現 推升到全新的景點 Portofino除了擁有強悍的操控性能 在駕駛舒適及功能性上 也增加了許多全新機能 包含擁有10.25英寸題目的多媒體威樂諮詢系統 以及全新的空調系統 提高開鋪與關鋪時的空氣流動性 而全新方向盤 則可帶來暢快能力的駕駛手感 加上18項電動調整的座椅 可為後座乘客帶來更寬闊的腿褲空間 Portofino也配備全新導航版 可減少車內30%的氣氧流動 有效降低行駛時的造力 Portofino流線的外觀 搭配全新的可伸縮式硬丁敞篷 整體外觀輪廓 動感且不失優雅 全車將設計、技術和性能的完美柔和 讓所有越馬車迷 無論何時何地 都能完整享受 Fairy獨一無二的駕馭樂趣 Fairy獨一無二的駕馭樂趣 先說一下 Fairy值得吐槽的地方 第一個 民間有個說法 說Fairy是買引擎送車 其實我覺得這個說法 有一點道理的 Fairy在一些細節的處理上 的確是略訊於 老史萊斯、賓利、阿斯頓馬丁、保時捷 甚至於同屬意大利的 南馬吉尼 比如像開關車門的順滑的感覺 開關尾箱的順滑的感覺 尾箱材質的質感 都會給我一點 Tip的感覺 那還有一個呢 就是後視鏡 要手動遮疊 要去旋那個旋鈕 這個級別的車 哦 匪夷說是 當然 優點很多啊 澎湃強勁的動力啦 悅耳動聽的排氣聲浪啦 聰明精準的操控指向 動感帥氣的外觀設計 都是讓人非常非常著迷的 副加駛還有娛樂系統 可以讓小姑娘看一看 你開了多少馬 行駛的狀態是如何 沒話聊的時候 不至於那麼無聊 法拉利還有一個非常 在我個人認為是很好的一個優點 就是 它在每一輛車的後備箱的 蓋子上 是有一個名牌 上面會把這一輛車的 所有的選配 的配置 全部都標示出來 這個在我印象中 只有Fairway是怎麼做的 Fairway在全球出售的車 都會標配中文系統可選 這個太棒了 說明 Fairway還是很重視中國市場 Numberjini就沒有 阿斯馬林有 其他我就暫時還不知道 一個 我印象中只有Fairway才有的一個 那是輪胎壓力的問題 就是這個輪胎壓力 它1.7%它也要爆 就Fairway這個 不知道為什麼 正常 對啊 就有的時候你說 你四個胎 一個胎1.6 三個胎1.7 你爆就算了 它1.7爆1.6不爆 都會很難多 起司 太敏感了 那你跑著跑著它可能又好了 快跑了 太陽正常 當時你跟Fairway度過夏天的時候 它太陽會出現多溫度 也會啊 它就不單單是溫度 就不總為什麼這麼敏感 但是夏天就更容易 就是一開出來 開個兩三分鐘就沒了 因為那太陽就上來了嘛 那冬天就時不時的給你抱一下 跟我回家 別跑 BBQ BBQ 這條是可以加速 加速 但這個車為什麼開著窗路 這個人 它就坐在車裡面 消磨人生 好吧 印度勒 看我們繞了好多圈 七星的 還沒有有餅 兩人在Hilo又不滿 麻辣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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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美形 麻辣樓這樣 麻辣樓 還耗不過人家RX7 那個太猛了 那個太猛了 那是個奇葩來的 我去 難道不是耗不過 真的就是差不多 兩倍 它兩倍我的油耗 天啊 只要巨富才開得起 你說一年要是開幾萬公里的話 天啊 嚇死人了 今天我們來聊一聊個人喜歡 喜愛已久 喜愛已久的Portofino Xovale 喜愛已久的Portofino OK 今天我們來聊一聊我個人喜愛已久的Portofino 我個人喜愛已久的Portofino 再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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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no本来是一个定义 Fino本来是一个定义